在孩子们大学毕业各自独立后 杜维琴开始学习作画 以活到老、花到老作为人生目标 杜维琴出身云林虎伟 成长于台南 在新营度过快乐的童年 直到高中毕业 南台湾的蔗田、芭蕉、凤凰木和农舍水田 创造他随性不喜争夺的性格 常年旅居美国芝加哥 在科技产业打拼了许多年 孩子们大学毕业各自独立后 杜维琴决定进入美术学院 深入学习素描和油画技巧 选择绘画并不是当作随便玩玩的兴趣 而是以认真的态度 作为事业第二春来经营 期许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画家 以活到老、画到老为人生目标 15世纪以来 由于油画颜色材质的持久性 使其成为历来描绘人物肖像 宗教与经典史诗的主要媒材 杜维琴用古典油画的多层画法 以尊重人与风景的率真写实态度 在画人像和人体时 较能呈现干净透明的肌肤和意义神采 他在写生风景时 或以画刀或以后彩笔触去表达当下的明暗 流动与整体作品的结构 这一次展出 除了肖像、风景 还包括束缚表达当代台湾女性的优雅、自信之美 时方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